大家好,我是取云Caring Pharmacy的药剂师 今天我们很幸运请到Dr. Chin 也是我们人气上升的儿科的顾问 他今天就会来跟我们解答很多问题 所以我想问的是 现在很多父母都有很多疑问 就是说如果他们整天就担心孩子 就不给他们吃饼干、炸鸡之类的问题 都说会发热气 这样请问Dr. Chin 发热气,食物都会导致到你发热气吗? 这种食物所谓炸鸡、炸薯条、巧克力等等 当然是不很健康的食物 高脂肪、高热量 但不是说它是造成发热气的 因为如果这样讲发热气 我觉得对这种食物很不公平 你说对吗? 对啊 如果这样发热气的时候 我们就像平时吃饼干、炸鸡都会有喉咙感觉到不舒服 孩子都会感觉到喉咙痛的那个问题 所以会是有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这个很大的迷思 很多父母都觉得 我孩子今天发高烧、喉咙痛 昨天吃好炸鸡、赖这些 其实没有说直接的关系 我这边我要跟父母解释 就是说你吃所谓这种发热气的食物 它会吸干我们的口水 比方巧克力、炸鸡等等 但父母要知道口水是我们人的第一道防线 同一个时间 如果刚好那个孩子吃了所谓这种发热气的食物 然后吸干口水 口水又没有补充 然后足够的水分给那孩子 当然同一个时间要有人喷酥菌给你这个孩子 你孩子才可以生病下来 所以很多是说这种所谓发热气是间接性 造成孩子生病的 如果你孩子吃这种所谓的发热气的食物 你给孩子吃喝足够的水分 口水多都OK了吗 就是说喝多一点水 这样什么水都可以吗 就是说好像我们喝那种 Carbonated drinks 还是可以喝葡萄水 什么水都可以吗 就什么水都可以 总是是孩子喝到的水就叫好水 当然很多父母说 可以喝什么凉茶 或者是所谓的果汁 其实OK的 但是很多父母就说 要不可以喝汽水 喝汽水 气死你 因为让很多汽 我觉得喝普通白开水就可以了 如果孩子很难抗拒喝白开水 比方说你发烧 你可以喝其他果汁等等 这样孩子平时吃那些发热气的东西 都偶尔都会发烧 这样发烧到底是好事吗 我每次跟父母心说是好的 因为发烧代表着孩子免疫系统在做工在操作 如果孩子比方说有这个免疫系统失调的 他不会去反击他就不会发烧 所以发烧是件好事 很多父母跟我说孩子每次去学校都发烧 我说你不要去学校你就上太空 可能太空没有吸进 所以吸菌跟他们抗战侵犯我们 我们会反击 这过程中肯定会发烧的 这代表说他每次发烧一次 孩子免疫系统就提高一次 这样的话如果发烧的话 父母都会很担心 这样每次发烧都需要吃抗生素吗 这个也是个迷失 很多父母一直要要求抗生素会快点好 尤其父母说明天我去坐飞机飞 去旅行给抗生素 是错的 大致上呢 90%发高烧都好 比方说喉咙发炎 最容易发炎嘛 因为通过空气传染嘛 90%是病毒 Virus 造成的 都不需要抗生素 孩子你相信你孩子的身体有免疫系统 去可以克服那个 打完那个战场 打完那个病菌 消灭他 他的烧就会好了 所以不要乱吃抗生素 都要经过医生去看过诊断过后 过后才给适合的建议咯 对吗 对 那节目就到了维生 这样请问Dr.Chin 你还对观众还有什么劝告呢 有 总结就是父母要知道 不要乱赖那些所谓发热气的食物 其实发热气呢 不是直接造成你孩子喉咙发炎的 它是吸干我们的口水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孩子吃了所谓的高热量啊这些 发热气的食物 补充多点水 他口水多 他就可以防范那个虚菌的感染 到最后就是不要乱吃抗生素 请咨询你的医生 还有药剂师 专业的知识 谢谢今天Dr.Chin又有趣 又很有知识的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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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